我們討論徐春英 討論徐春英其實姚立民老師 最近講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徐春英會直接 刺傷了最重要的手頭組 我認為未來一個禮拜 如果下一波民調再出來 柯文哲民調還會再掉一兩趴 就是徐春英一定會對選票有影響 可是柯文哲厲害 柯文哲今天一早公布了一個民調 叫做魯猴民調 我們等一下進評論魯猴民調之間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今天早上柯文哲平魯猴民調的畫面 這難道會看不出來嗎 這如果在誤差範圍內不敢講 超過誤差範圍還是很清楚 我們來往現場囉 誒誒誒 誒誒誒我想問一下 因為柯文哲剛剛貼了一個民調 他開記者會 這個民調說自己有多厲害多厲害多厲害 他民調說我最厲害 我拿求證民調 驅使民調跟四星大選民調 三個民調 我柯文哲都贏侯友宜 柯文哲贏侯友宜9.3 柯文哲贏侯友宜8.17 柯文哲贏侯友宜8.7 所以誒川哥所以藍白核真的要變藍白拖 到藍白分要變藍白戰了嗎 你想說這個叫陸紅民調 可是你要知道 其實柯文哲突然之間開記者會 公布了這三份民調 這個叫做柯文哲選情自救的葉克摩 為什麼叫葉克摩 剛回到前面雅文立民講了 還會繼續掉下去對不對 因為徐春英的狀況是什麼 他可能 他一直沒解釋他為什麼要徐春英 但是有個可能性是什麼 可能這個叫做兩岸一家親的投名狀 對 那投名狀之後沒想到抵觸到的是 台灣社會兩岸互不隸屬 這條紅線 所以一直下去 然後你講到做第一排 統戰部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來這邊 來這邊 其實今年的時候到去年的時候 英國下議院 全世界民主國家第一個最老牌的 發出一個警訊 有一個人是來自中國1974年11歲 跟著爸爸媽媽 就來英國受教育成長長大的 他叫做李征居 然後軍情武處處長直接警示 他可能希望所有的議員跟他保持距離 由軍情武處發明了一個名詞 叫做影響力間諜 影響力間諜 沒有說軍情武處沒有講說任何的 具體的他有什麼狀況 但是他在英國是做什麼事情 要鼓吹英國的多元文化 讓英國的華裔的英國人 能夠有更多的參政的權利 你看然後結果他2019年回到中國參加活動的時候 對不對 統戰部安排的 有 然後你也站在第一排 又統戰部 又第一排 而且第一排他跟誰握手 所以其實許春英這個狀況 他當然會讓現在大家對於這麼警惕的狀況裡面 他的一個選擇會大家有壓力嘛 那有壓力之後 所以柯文哲一定會往下掉 但是掉了以後他出這個民調 你看起來就是他其實首先就是因為 我先講 因為柯文哲今天早上開了記者會 他這個記者會主要主訴求是 一 他馬上叫我副手了 二 他覺得國民黨的不敢比民調很弱 三 他拿出生死證據 求真 驅使跟世新大學的民調 柯文哲對賴清德 柯文哲拿35 賴清德只有32 侯友宜對賴清德 侯友宜20% 賴清德34 柯文哲晉勝侯友宜9.38 每一份民調這三份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最後平均下來 柯文哲36.15 賴清德31.32 柯文哲是贏賴清德5%的 侯友宜對到賴清德29.9 賴清德33.7 侯友宜失書賴清德4% 加起來柯文哲倒贏侯友宜9% 所以這不只是擄猴民調 還擄賴民調 柯文哲從哪裡做出一個全世界都沒看過的民調 柯文哲在撒喀都第一名 我覺得柯文哲臉皮夠厚 他其實還最後是擄到了他自己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民調裡面 你看他剛剛在記者會裡面 特別在講了一個明明就是為什麼要去選那個 勝率比較低的或是保證會輸的組合呢 因為你們的選擇不是為了大家的利益 只是為了一個人的利益 他開始把藍白不合 藍白這個整個狀況推給了朱立倫 推給了侯友宜 可是這個民調裡面有沒感 他出來之後 他就是要呈現的最後他的結論 他是講給藍白的非綠選民聽的 你看我勝侯友宜9% 我勝侯友宜7% 我勝侯友宜7% 但是大家看了以後說 那你就自己獨立猜選就好 我不只勝侯友宜 我還勝賴清德 你勝賴清德3% 你勝賴清德8% 你勝賴清德3% 他很有臉做出他贏賴清德8%的名調 既然你偷偷贏 所以你也不需要現在 還要跑到郭台銘家裡去吃素 對不對 你不加郭台銘你也贏了 沙咖他有喊郭 對啊 你不加郭台銘你也贏了 你不加侯友宜你也贏了 對啊 還聊日本匯率 對 還要這個對不對 你幹嘛還要是說 我不坐火車了 我在高鐵上 你突破盲場了 對啊 我在高鐵上 其實郭台銘四分飛機都幫你準備了 你也可以不用坐 對 我跟你講 鑽個陣突破盲場 比如以騎士民調來說 沙咖都 柯文哲38 賴清德30 郭台銘就13 欸 柯文哲1 賴清德8% 所以柯文哲的危機是什麼 賴郭沛 柯文哲叫你大尾 你幹嘛插響郭台銘 對不對 我幹嘛跟你聊日本匯率 對不對 所以你幹嘛藍白 Rag 拖拖拖拖 你別人吵士林 今天とか獨立參選 笑你根本的人不敢 對啊 所以他只要 他的獨立參選只擔心一件事情 賴清德跟郭台銘結合 對不對 有道理 所以現在變成是民進黨煩惱 民進黨要隱蔽去賴郭沛這樣 對 這比較厲害 應該也比較厲害 非白大聯盟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这个就是 夜间要吹口哨 因为他的压力很大 然后这压力很大来自于哪里呢 慢慢的呢 韩国瑜那边当时放公式 所以韩国瑜出来说 无要以而传而 因为侯友宜现在真的是 这段时间他自己本来就很弱 加上朱立伦 他这样一直玩南白河之后 因为南白河一直出现一个讯号 侯友宜不会赢 没有柯文哲 侯友宜不会赢 侯侯太弱了 需要有人背 这个已经成为既定影像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侯友宜现在就开始 有些人就放风找韩国瑜 这个东西韩国瑜当然是会拒绝的 你去想那个画面 如果韩国瑜是他的副总统 到时候造势活动的时候 侯友宜已经站在台上了 结果下面人都在往后看 韩国瑜在大进场 韩国瑜大进场比侯友宜久 对 韩国瑜到上面 侯友宜只能站着 韩国瑜上面讲话 云林的女孩子都比较凶 对不对 对 讲完之后大家鼓掌好嗨 韩国瑜交给麦克风 给了回忧友宜之后会怎么办 后面有些人 我们这几号 回家 所以不会早 可是这里面呢 出了一个就是金普松 先前的时候 他当然其实呢 因为那个有总教练 不想当总教练 不要只当老板 他当时第一天出来的时候 不是讲吗 挺着通路上讨下去 其实他有谈到 谈到气饱 更会直接让国民党溃赛 是 所以他其实就知道 你不能跟柯文哲合 对 因为合的话 你会完蛋 那现在 侯友宜也揪起来 那柯文哲呢 夜间吹口哨 能够切成这个样子 你得佩服他 是 这个只能够掰成这个样子 我相信 他的指导教授 台上很多资深的医生 又讲说 我们没交过这个 那柯文哲到底 现在出过什么状况呢 他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一直掉下来 对 除了人格问题 除了两岸问题 除了什么之后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柯文哲的 目中无人 人是什么 我们都是人嘛 他目中无人 通通都是 紧急急诊时候的耗财 不管是人才 不管是议题 不管是他的薪水 他都把它当成是耗财 对 这段时间我要用就用了 过了以后忘了 我说